分享年夜饭的第五道菜,锦绣虾球 如果你能好好看完这个视频,也能做出一道好吃又好看的菜 做一盘,一斤大虾就够了 把虾皮去掉,把沙馅挑出来 然后用清水洗净 洗净以后,放到饺子机里 加一两猪的肥肉,吃着更香 再加入一个蛋清,一小勺土豆淀粉 加二两清水,不然太干了 加点盐,少来点胡椒粉去腥 再来点鸡精,然后开始搅 咱们把虾肉搅得细一点 搅好咱们把虾肉倒出来 用虎口能挤成这样的丸子就行 放一边备用 完了咱们切点胡萝卜丝 绿萝卜丝,红尖椒丝 泡好的木耳也切成丝 切好以后,把萝卜丝尖椒丝放到一起 加一小勺盐 用筷子拌一下 腌五分钟 拈了以后,咱们用清水洗一下 把盐味洗掉 然后把水分攥出去 像这样就行 把木耳也倒一起 拌一拌 越乱越好 开始团虾球 左手沾上清水 抓虾泥的时候就不沾手了 你都看到这儿了 能给老弟来个双鸡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谢谢大家 几层丸子放到萝卜丝里 蘸上萝卜丝 摆入盘中 全部整完 开始蒸 先把锅烧开了 再放入虾球 大火蒸八分钟就熟了 完了咱们再调个汁 锅中加入两大勺清水 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少来点糖提鲜 开锅以后 淋水淀粉勾芡 像这个粘稠度就可以 再淋点葱油 浇到虾球上 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做的锦绣虾球 鲜香四口 还好看 老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美食 你就关注我 不然刷着刷着 就找不到了 感谢支持